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剛剛又打完羽毛球 又在室外和大家拍影片講話題 剛剛今天有一個人在河裏爬獨木舟 今次繼續和大家講一些政治話題 補充此要如果第一次來自主頻道 這條頻道主要不是要來講政治話題 主要探討各種人生困難疑難問題等等 而政治也很影響很多 全球人類各種不同程度的人生命運 有時我都會講一些政治話題 包括我自己本身有一個多年來 關心事史社會時事 參與很多不同大小的政治人活動 一個普通的香港小市民 所以有時我都會跟大家講話題 講一些政治話題 尤其是近一個月 陸續有很多一些三年前 因2019年這個抗爭運動 導致很多一些政治議題的事件 所以都會跟大家講一些政治話題 今次想跟大家去探討一些什麼問題 如果有留意國際社會時事問題的觀眾 就應該知道 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場仗 就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到過獎超過一年多了 俄羅斯已經沒有機會贏了 看到那個局勢就 但是他沒有機會贏了 就有一個問題 但是他就是 他做很多的破壞烏克蘭的行為 他既然贏不了 導致很多平民的傷亡 尤其是去到近期 在其中一個他戰領的城市 造成傷亡 令到他們缺水等等的問題 這些卑鄙手段 順便藉著這件事 和大家去探討一下 關於類似普京 甚至乎習近平這些獨裁者 在這個世上 過往歷史很多的獨裁者 尤其是以前過往的年代 那些軍主體制 那些暴君等等很多 其實類似暴君也好 這些獨裁者 這些擁有政權的獨裁者 其實他們是 到最後結局 我自己主張 他們是不應該死 不應該被殺的 是應該被送上國際法庭 或者自己國家的法庭 要是類似 好像薩達姆 以前伊拉克的薩達姆 以及利比亞狂人卡達菲 尤其是卡達菲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記得當時看到的新聞片段 他被人民推翻的時候 他逆容化妝逃走 就被人發現了他 被一些憤怒的人民捉住他之後 就對他拳打腳踢 嘔打他 甚至有些 甚至說是虐待他 為甚麼這些人不應該死 是應該被送上法庭 類似以前年代 譬如法國那些 他們的結局 如果他就這樣被殺 或者他自己自殺 好像希特拉 那些 他自己 見到快要失敗的時候 就吞槍自殺 那些 這些便宜了他們 他導致很多人的無辜 痛苦 傷害 死亡等等 這些獨裁者 他自己去到最後 他自己死了 你說是不是便宜了他 他應該被監禁 被監禁 這些人他沒有權力 而又被監禁 對於他來說 就等於心不如死 而且被一些 被受傷害的人 他們那些心靈的創傷 有機會被他們去發洩一下 對這個的人 反而減低這些被傷害的人 那些情緒 去可以調節他們一些情緒 所以這些獨裁者 普京 習近平這些人 是不應該死的 是應該被拘捕 或者被拘捕之前 被人去 嘔打他 或發洩 被他受傷害的那些憤怒 不過如果在YouTube裏面 做這些標題 可能就不能出街 可能現在說這些話 都未必出街 到時候上不到這條影片 第二個話題 跟大家去探討 一些所謂愛國主義的 愚昧 群眾的愚昧 為何是愛國主義 都是愚昧 因為愛國主義 很多人沒有想過 所謂的國家 是什麽來的呢 過往很多歷史學家 或者哲學家 去探討 分享過 什麽叫做一個國家 國家 如何在人類歷史 慢慢形成為國家 以前 漫方的年代是沒有國家 只有一些部落 或者小規模的群眾 幾個十個 或者幾十個幾百個幾千個人 後來怎樣慢慢去演變一個 成為一個國家呢 就是因為你太過小眾的人 你會被其他大眾的群眾 去殲滅你 慢慢才慢慢 其中一個原因是 導致大眾的人 慢慢去導致一個國家 導致一些軍王 去統治 而現今世代 很多被一些所謂的 獨裁者 即使民主國家 例如美國那些 以前 湯努針 常常很強調 亞美軍第一 從某個角度 他們沒錯 當然要先照顧自己人 但是當你過分去強調 你只是理那個國家 不需要你其他國家人民的一些事情 這個當然也是不對的 亦都是愚昧的 而尤其是香港 華人 亞洲區的人眾 非洲的人眾 那種所謂愛國主義 大多時候更加愚昧 或者被一些政治領袖的人物 尤其是一些中國 北韓那些 經常都灌輸一個所謂愛國主義 其實這個是愚昧 因為你真正的愛哪個國家 你是愛那個當權者 或者是愛那個當權者的黨 比如你是愛共產黨 還是愛中國人民 即使很多香港人說愛國 他愛不愛中國人 其實大家心裡有數 你不會太關心中國人的事 你都是關心自己的 那些所謂愛國的 或者是人魂逆魂那種的心態 那種愚昧的心態 那種愚昧的心態 還有很嚇喊 這個愛國主義 如果你說你愛國主義 我都說我愛國主義 我都說我都可以愛國的 我愛這個 不單止我愛這個國家 我愛這個全球的人類 愛這個動物 愛這個宇宙 可以不可以 給你那個愛國主義更加宏觀 你只愛你自己的國家 如果你好像以前這個希特拉 日本啊 日本啊 日王啊那時候 他為藉助這個愛國主義 其中一個的問題 去侵略別國 如果現在中國去打台灣 就好像現在俄羅斯去打烏克蘭 你是不是還愛這個國家呢 還是愛這個領導 這個當權者 一個獨裁者的政策呢 大家有沒有想想 那就是這些愛國主義呢 除了愚昧 嚇喊 還有往往有時候 是只不過這個 這個就是欺善怕惡啊 這個恐懼這個權貴 你不說愛國就是不合理的 就是類似有些宗教問題都好 政治和宗教 有時候往往是一個 一個的媽生兄弟 存此相依的關係 有些政權因為 將政治去導致一些的 政治的一些宗教的問題 引生政治的問題裡面 那這些就是 很多人說愛國 其實只不過因為 這個恐懼這個權貴 還有就是這個 一些叫楊鳳因爲 其實他內心裡面 是有另一套的 不過正因為他恐懼這個權貴 連帶跟著 他不可以說不愛國的 你說不愛國呢 在你自己的社群裡面 或者在你那個國家裡面 不愛國等等這些 可能就會形成一些麻煩的 所以很多說愛國的人 大家都知道 他口裡面說愛國 就好像那些所謂的藍絲 在這條頻道裡面 我自己個人 就不會太強調那些什麼 藍絲、黃絲 我自己個人 還自己是真假是惡 黃絲裡面 除了他那個政治 有些他只不過是被迫醒 就不是表示他反政府 就是黃絲 黃絲就是好人 那些藍絲 有些他可能就是 有各種的因素 有些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愚昧 包括在大陸裡面 你不能不說愛國 是吧 而現在還有他 即使他自己真生是愛國 有些 從小就被那種洗腦教育 就是你去到北韓的時候 你想想北韓 他北韓人 他總是會認為 他北韓是全世界最偉大 那些北韓的人 領導死了 更慘 自己死了老婆 死了兒子 死了兒子 死了父母 如果你中國人 要給愛國 你都不夠北韓人 愛國 這些就是一些 愚昧的心態 而我自己個人 我自己不會有 所謂什麼特別的愛國主義 是看什麼情況 什麼特殊的情況 一般來說 我不會太強調 為什麼愛國 哪裡有自由 哪裡就是我的國家 你想想一下 中國大陸 你愛國 你的國家 尤其是當權者 他有沒有當過中國人 那些人民是寶 毛澤東曾經說過 跟美國 如果開戰 即使被毀滅死 幾億人都不要緊 他還有幾億人 這些這樣的思維心態 你想想共產黨 這些很多人 未必聽過 未必知道的事情 即使有些知道的 所謂的支持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的人士 他們都未必要承認 面對這些問題 等等 那這條片 主要跟大家去分享這些 這樣的信息 這些事情 給大家去思考 尤其是那些所謂 支持中國 支持中國 那些什麼呢 大家想想 你到底支持這個共產黨 共產黨是否好呢 如果共產黨是好的 這幾十年 一百年 越來越多地方 國家去脫離這個共產制度 而且如果中國 共產黨是好的 這個習近平 他就不用去政見 這樣去被迫連任 去發動政變去連任 他自己應該去透過人民去支持他 那些的選舉制度 他都不敢 所以 你去愛 所謂愛這個國家 你是愛這個政權 還是其實只不過害怕這個政權 你自己在那裏 違背你自己的良心 等等這些事情 那今天呢 主要跟大家簡單去 很精簡地去分享這些 我個人對這些方面的看法 給大家去了解一下 那接下來這幾個月 將會有陸續很多 一些關於香港的政治議題 等等這些事情 那短期內呢 我都會跟大家 去講一些關於政治的事情 話題 包括 接下來又有這個612 或者下個月又有721 那些事件 那接下來這幾個月呢 我都會短短續續 跟大家去講一下政治的話題 那同時我們也會講一下 一些各種的人生的話題的 那或者你有一些的 對一些人生的話題有興趣呢 也都可以在我的頻道裏面留言 那我見到 留意到 因為一些太久的影片留言 因為YouTube那裏 他不會經常去 show給我看的 如果我不特別去查呢 我是不知道 原來有些 可能幾個月前有人留言 問些什麼 包括一些健康問題的 那些事情 那如果我不按就去看呢 不去查呢 我又不知道的 那如果你有些問題呢 可以在我 最update 最新的那些影片裏面留言呢 我就會容易去 那當然呢 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他有時候會 送出來給我看 知道那些留言 但有時候又不會見到的 好啦 今天呢 暫時跟大家去講到這裡 拜拜 拜拜